我觉得做动画这一条路就本来就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路 就放手下去做动画 因为我觉得更有意义的东西会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才会碰到的 那就是去做才会知道 你才会找到那个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叫冯伟伦 那大家好叫我Alan 那我现在是在Stew2 2担任动画中间 然后基本上一直以来 我是从创作者开始起来的 然后慢慢的就继续的担任比较自身的 创作人员然后再变成动画总监 是这样子 我年轻的话应该算是比较内向比较孤僻的人 然后一开始都是比较接触比较多都是跟漫画电玩电影这些东西 然后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去看这些的媒材 因为那时候比较少接触一些其他的活动 所以大部分都是比较习惯去看 呃沉浸在这些世界里面 然后透过这些东西 呃就是去可以让这些 算算是说呃因为有很多创作者他们做很多作品 然后透过他们的这些想象的这些画面或者是他们的故事 我觉得可以去在这个沉浸在这里面是一件很很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的话呃所以那时候接触大部分都是这些的的的东西啊 像是漫画动画卡通这些东西 所以的话呃那时候的判断就是说呃觉得有趣的 然后不同的类型啊不管是任何的比如说奇幻科幻的类型都都会去任意的接触 那重点就是想说多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是新奇有趣的 所以那时候很大量是接触这些的呃的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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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或是媒财 最小的时候是龙猫的电影 那时候很小那也不知道呃那是什么卡通好像只是卡通 然后是呃那个家里突然有个录影带然后看了一下 然后那时候就很着迷对于宫崎靖这个导演就觉得很呃非常着迷 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看的卡通 所以之后来又看了身影少女 然后又看了龙猫很多的片子 然后才发现哦原来他呃这动画里面他表现方式 或是他给人的感觉是还有更多不同的样貌的 因为我觉得龙猫他满擅长的有一点就是说 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这个现实的这个现实世界的样貌 因为他里面可能有一些可爱的角色 然后有一些让你觉得蛮奇幻蛮科幻的剧情 但是他其实都脱离不了说 这些故事都是在讲一个现实的一些情况 像是身影少女可能在讲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一个少女嘛 然后他可能经历过一些里面的东西给一些关卡 那里面他都是代表一些像是工作的困扰啊 友情爱情他用一个其他方法呈现 这是我对于以前比较喜欢动画的其中一个部分 然后但越来越多就看到了很多很多不错的皮克斯迪士尼的玩具总动员 或者是薰荣高手这些都是一直以来觉得很好看的东南野 然后电玩的话我觉得以前的话是受到太空战时期的影响 因为他说第一次玩的游戏然后也觉得他的奇幻的世界观 让我觉得很有趣 然后慢慢的就是接触到各种不同的其他游戏 但我会尝试玩不同的游戏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 对游戏来说他其实就是用另外一个手法在 另外一个方式去体验一个故事 就是你去玩这个故事 所以大部分的人或是我 我觉得在玩的时候 第一个是大家感受他这个故事是什么 那看漫画或是看动画 其实就是跟着导演的观点再去了解这个故事 然后玩游戏也是在体验这个故事 但是你有更多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视角去体验这个故事 所以都不太一样 但是最终就是你去感受他是怎样一个故事 是怎么呈现的 我是大概是在大一的时候吧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其实在以前就有就是比较喜欢玩电玩这个游戏的东西 然后在大一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想说学3D的动画课程 看能不能接触更多相关的领域的东西 所以在那时候接触完之后 因为大学的时候有更多的算是同好或是同学以及更多的资源都在大学里面得到一些解答 所以那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同时因为学校的课程安排我们也会有两方面的东西 像是电影的部分以及动画的部分 这两个东西都会涉略到 所以那时候就是比较忙碌去摄取这两个方向的知识 从电影的角度去探讨故事的一些的技术等等的 然后也同时学动画技术 但是他们两个虽然是不同的方向 但是说它里面有很多概念都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从这两点去着手 然后了解到更多的事情 一开始其实我是本来比较想要做游戏 一开始 应该说喜欢玩游戏就会想要做游戏那一块 然后但是又觉得动画的这个故事更能够去感动自己或是感动别人 这个点我会觉得它可能更有意义的存在 所以再加上在大学那边的环境给的很多人都是想要做动画的 有一群人一起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更想要往那个方向走 其实从以前就会想要做不管是3D类的东西 这是我一开始的计划就是想要往3D的话 因为在当初那时候其实3D才刚起来 然后我觉得3D是一个蛮有趣的东西 因为它跳脱了2D平面 然后到3D这种迷彩 然后那时候游戏也才刚慢慢的往3D化发展这件事情 所以碰到那个东西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开始思考说 还有没有什么更是更有趣的方式来呈现 那动画是一个方向 然后游戏可能是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总总评估和环境的一个状态下来的话 我决定还是说 先走看看动画感觉如何 然后就往这方面走 然后刚好遇到邱立伟老师 他也是我那时候的3D动画老师 然后他那时候跟他一起学 然后他也带我做了一些接了一些案子制作 然后做就是在过程中接案子 然后跟他一起学 学完之后他成立了工作室之后 我也跟着他一起来工作室 所以其实就是算是很自然的来到了业界 就是跟着老师一起到工作室 然后我们就是从做短片影集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发展 算是一个中间没有到其他地方 就是很单纯就是一直往这个方向走 总监这个职位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判断方向 然后做出决策这个角度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跟不管是导演或是组员 会有大量的沟通这件事情 然后更重要的是在上一层就是说判断 他到底是不是好的方向是对的方向 那因为每一部片他都有每一部片的风格 不管是小的案子或是MV广告 或是大一点的段影集或动画 那他们都会有不同的风格 那如何让很多的创作者或是动画师 一起能够往那个同一个风格上面走的话 那这时候判断的给予的判断的部分就比较重要 那会有很大量的来回的判断的沟通这件事情 以及不断的去讨论 那这是在我动画总监里面的过程是 基本上大部分都在出这件事情 然后给予方向然后判断以及经验的一些教导吧 就是有一些可能他们可能没遇过的事情 我这边有遇过 我觉得跟他们大家讲一下怎么解决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很多是在处理这些事情 导演他是负责说把这个故事去把它能够更往 因为导演是主要这个故事的一个中心的人员 然后他的想象的部分 他所预期的画面的效果 或是预期的角色表演的走向 会以导演那边的方向为基准 然后动画总监部分就是我们会融合导演想要的方向 然后再去跟动画师或是创作者去做一个沟通 然后一起讨论说怎样才可以达到导演预期的方向这件事情 当然中间可能有可能更好 他有可能会一直达不到那个问题 达不到那个效果 所以就必须要不断的来回做尝试 那一直一直的推 看看能不能推到说 第一个当然是导演本来就有一个预期的方向 我们创造者或是总监 我们的目标就是推往这个方向再更精准 或是更高于我们原本预期的效果 那这来回过程基本上都会是不断的出现 不管从一个小的道具或是一个角色或是一个灵眼 一直到很重要的场景 这些东西每一个东西都会不断经历这个过程 基本上每个就是一直以来的流程 大概都是说会安排工作项目 然后订定那个目标时间点 然后以及安排会议 那这几个会不断的重复来回 就是因为每一个东西都有小到一个道具 一个角色它都会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时间点 那从最大的我们一定会先设定最大的目标点 那一旦目标点确定之后 接下来 那东西流程里面可能还需要再细分不同的环节 然后每个环节还要再去切割 更小更小的这些的细项目的时程 所以会变成说 虽然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但是它每一天的那个工作节奏 其实都是蛮紧凑的 因为要把它切得很碎 然后开始去处理每一个小环节 然后去讨论每一个东西 所以过程中就是不断的做每一个项目的讨论 然后判断它方向的正不正确 然后有没有问题 然后如何衔接到下一个环节 然后不断的来回重复这样的事情 一直到它结束 所以从因为动画从前至中期到后期 我们中期是最盲目的时候 然后前置大概应该是大家比较快乐的时候 因为前置都是可以去设计啊 然后研发然后尝试不同的效果 然后它还不是要开始量产的时候 然后可以有各种不同可能性 然后中间比较制作期的时候 可能大家就会比较开始往量产的方向走的时候 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那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很多量的东西出现 然后而会不断重复一直在来回做如何量产这件事情 对那最欢乐应该的确也就是一定是做完的那一刻 或是那个时候结束的时候 然后是上映的时候 我们是大家是最高兴的 但有得奖是最好的 就是有得奖我们通常都会去 不管有没有得奖 就是有入围的话我们都会去那个 像我们前日有去参加金钟奖或是金马奖 之前有去参加金马奖 就是我们去现场然后感受那个当下气氛 然后大家一起为这个成果 不管有没有得奖有入围 然后大家聚个餐 然后一起快乐度过那一两天是 可能就是辛苦很久之后才有一个成果 所以那时候是大家最激动的时候 因为毕竟真的做完之后才发现 原来已经终于告一个段落 而这段过程因为实在太忙碌 所以根本就很难去想象说 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只好我们赶快把它顺畅的完成最重要 然后后面那些状态之后再说 就是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暗时才很长的时候 尤其到后期的时候会完全很容易堆在一起 很多东西会卡在一起 所以大概会是等到完了之后才发现 原来是可以放松的 大家才会更更 那心情才调试会不太一样的 我们大家都希望说每一个东西都可以顺畅结束 但是通常过程中的变化实在太大 所以会有很多很多杂事不断的来回出现 因为动画过程里面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会不断的发生 然后一些错误啊 或者一些原本预期不到的东西会一直不断出现 所以我觉得最欣慰的一定是那个东西顺畅被解决 然后知道我们这个东西好像都没有问题的 然后可以结束的 那是我最觉得顺畅的时候 那时候做那一台做一年的确做蛮久的 因为那一台机关 因为蒸汽时代里面最重要就是那一台机关车 然后那机关车是因为非常早期的车种 然后我们一开始得到资讯是从书本 然后跟一些参考影片 然后我们必须要还原那台车子 它里面的所有的细节跟结构 包含它车头啊 它的控制室 然后它如何去操控那些煤乳 因为它是吃煤的 然后那些而且还要去考究说 它到底要怎么放那个煤进去 到那个煤框里面去 所以变成说 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可能在书本或是一些参考照片 比较难去达到看到它真实的状态 然后那些管线的配置等等的 所以影片也是它可能比较模糊一点 所以我们还去现场去拍一下照片考究 那个车子到底是怎么样子 但是因为它有时候年代久之后 它有些东西变得说有一点破损或是碎裂 所以又会必须要跟照片来回的比对 还原那个结构的部分 所以光是这个来回中间就有一度是先中断一阵子 因为好像不是那么理想 然后有些东西结构没有处理到好 所以就重新再去考究一次 就是整理一次照片 然后现场 因为现场同时他们那时候在我们在做的时候 同时现场还在修复那台车子 就是在去刷他们上面的那个颜色啊 然后把它还原那个状态 所以我们也等了一下说 看看它刷好之后样子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中间有停了一下 然后再继续做下去 所以这是政绩时代那时候的一道理问题 因为毕竟我们那时候做这个东西 有时候只要做到像类似像这种比较偏历史 需要考究的东西 对我们来说它会是一个挑战 因为我们要去 它可能跟幻想类不太一样 我们还需要去还原那个 跟当时的除了那台机关车以外 还有那时候他们人物穿的服装 跟他们那些例事件是不是 有没有吻合 对 它是一个蛮有趣的案子 然后 我觉得坐那台车子 有点疲倦 有点复杂 一开始做的蛮好玩的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机械化 很像蒸汽旁客那种结构 但是因为资讯量的破碎 跟那些东西的整理 会让后来会觉得 天哪好像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中间就会有一点疲倦 到底该怎么继续往下做 好像还不够好 但是又不是很像 然后要怎么样把它再还原 那官司处理这些东西就已经很累了 然后所以的话 我觉得过程是 直到最后做出来是蛮有趣的 但是过程真的还是蛮累的 应该是我要很谢谢那些 一起做的动画师吧 因为尤其是模型师 因为他们真的 光是为了那些车子 就是华尔大概 就是刚刚说的 就是前天后后就花了快一年的时间 然后中间也不断的 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退回 然后不断的讨论 然后去处理这些东西 所以 直到最后完成 好不容易完成的时候 我觉得 而且我们是在台南那边有做播映 就是在一个电影馆场里面有播映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蛮多人来看的 所以我觉得蛮高兴的 就是好不容易可以在那边 而且是蛮多小孩有看 然后小孩其实看到东西也是蛮欢乐的 因为毕竟那个东西我们是希望说 可以给亲子有父母有小孩一起看 所以看到他们有在那边开心的笑声 我觉得就蛮好的 未来在这边 它虽然是幻想 它是科幻幻想 但是它的世界观比起来 它是更庞大的 所以的话 我们那时候瓶颈是 第一个是如何去营造出那个环境 而那个环境是要符合科幻的环境的世界观 然后它是 我们是设想是赛博庞克的一个概念 因为科幻的话 有很多的定义可以去处理 有蒸汽庞克 有赛博庞克 有各种不同的 那我们设想是赛博庞克 所以它会有很多 比较先进的一些 可能是飞船 然后载具 然后很多的建筑物是不断的往上盖的 然后因为赛博庞克还有一些特征 像是很多的霓虹灯招牌 然后的闪烁 而这个题材 在一般的电影 它可能都比较偏向是 比较灰暗 比较 比较对立 然后人民生活痛苦 然后在那种递沉 然后在这个科幻世界里面 所以在往常对于赛博庞克的题材里面 它定义会比较偏见的感觉 但是我们做的这个外来代理片 我们希望它有这个元素 但是我们希望走的是更 更欢乐一点的 因为它是一部比较偏起剧的影机 所以我们在色调上面的处理 跟维持这样的科幻的环境里面 花了蛮多的时间 因为毕竟要完成那么大一个环境 要把它填满这么多建筑物 跟这些飞船 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过程 第一个是我们从以前 一开始的时候 在追溯一开始做影集的时候 我们就是希望带入更多的 那种美术的风格 在这个画面上面呈现 因为3D动画它会有一个状态 就是它有时候会过于 太游戏化一点点 就是太3D太立体 因为它的给人感觉 它的画面给人感觉 它会非常的连续掉 然后比较声音一些 它是电脑计算出来的一个画面成果 但是我们有想要用3D做 那我们有想要呈现出更多2D的感觉 比如说你在看2D动画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这一切的画面构成都 好像是蛮有张力的 或是蛮有那种手 那种不同的 因为手会给人的感觉会有不同的意境 所以我们用了这种笔触比较多 就是为了在消除3D给人比较僵硬的一个状态 然后带入更多手绘的这种温度 那这可能也比较可以呈现出 我们想要带给 那时候我们希望带给给人一个新的一种风格 一种属于我们公司的一个原创的一个感受 所以那时候一直在尝试这样的风格之后 一直延续到现在 然后我们过程中也不断的调整说 还有没有其他更好搭配的方式 除了这些的2D的笔触 然后可以加入一些的2D的特效 一些的一些的烟啊 或是一些动态的一些光啊 但是它都是2D的 然后再加入一些的边光等等 或是色调上面 我们再做一些笔触上的整理 我们再尝试不同的方式 去融到这些笔触里面去 那始终用意就是说 看看用不同的媒体去结合的时候 它还可以再如何把这个情境营造得更好这样子 应该我不会定义说合格啦 因为毕竟动画师有各种不同的层面来探讨 就是说其实动画师我认为的话就是 动画师基本上就是要尽可能去 充实自己的美感的判断力 因为软体技术这部分就是可以藉由不断的学习来成长 然后美感部分可能需要看更多的作品 或是去体验更多的东西 因为有可能说每一个世代的或是每一个年代 它的那个美感的判断会慢慢的不太一样 可能有一些是比较属于比较早期的画风 然后或是比较早期的风格 然后到现在会慢慢的不断的转换 所以这种东西好像可以借着去更新 就不断去看更多更多作品之后 你同时就会有更高的这个美感的判断力 因为你技术可以一直学 但是美感的尽可能不要停滞在某一个层面 它可以不断的去转换不同的形式 对 那让你可以去创入各种不同的美才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动画师可以去 比较算是动画师比较能够往上走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一定是一家一带的 因为他导演秋导他 南山堂在讲一个故事或给予方向这些条件 或是在去讲述一些故事的意义 或是一些的创作的一个内涵等等 那我跟他配合下来 因为毕竟也配很久 然后所以这过程中 多少就是有些是我还在学习的 就是不管是如何去达到说 他要如何去表现出更好的内容 比如说一个角色他的表演 他要如何呈现出更有趣的画面 或是他的性格 这些东西也没有对我错 那有好的选择也有不好的选择 都有可能在讨论过程中不断的激发 那导演他很上场处理这些东西 然后我这边也是比较算是擅长处理制作端的东西 那如何去把制作端的东西达到说 符合说更好 有时候可能超过了导演的标准 或是导演的预期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的 所以这过程里面是 我们是算是 因为有时候导演他可能也不确定说 到底最后呈现出来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不管创作者或是动画总监 我们这边尝试出来的效果 可能有时候会让导演可以更有具体的画面去想象 有时候导演想要的东西 我们不见得每一个都能够达到那个状态 然后所以的话大量沟通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冲突的部分有时候会是 当然当然会希望push说 为了这个画面我们尽可能去尝试到 如何去把表现高更好 但有时候是真的必须要 听到一个很极致才可以达到那个要求 而在这当中中间可能就是说 我们可能办不到 但是又必须要办到这件事情 是就会产生冲突 我们要踢出来 我们可能有些地方可能做不到 但是我们还是会尝试 但是有时候就是好像还可以再惊一下 就变成说的确是有时候被激发之后 才有这个潜力出现 所以我们有时候一直在考验说 到底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直都在一直都在处理的 常常发生这件事情 但也是好像是一个过程 应该是我在做 有一次在做 小太阳比较早期的电视影集结束之后 然后那时候 导演有特别跟我讲说 或许我们之后可以让我来试看看当导演 这个这个职位 未来可以来尝试看看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算是一个激发的一个其中一个点 就是说好像我也可以往这个方向走 而不是只是一个创作者的角度 因为一直以来 我很单纯是把我自己定位成一个比较偏创作者的一个角度 那从创作者一直走到动画总监 它过程也会是慢慢的 跟着经验一直往上走 所以相对来说所看到的东西就越来越需要更广一点 那当然如果还能够再往上往前走的话 那它可以到什么地方 当然是说从以前喜欢看这些动画或是电影 然后到如果真的要来慢慢的往前的话 那自己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这个是它比较常激励我的 那至于如果有讲过什么其他话 那过程中里面可能多少都会有说 有一些比较激烈的 但我比较不会有 就是可能会比较强烈的说 为什么连这些东西可能还达不到 那当然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点 明明对好像一定可以达到的 怎么可能达不到 就是有时候会比较容易被刺激到之后 我就会觉得的确好像还不够好 因为有时候自己觉得差不多或是好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在创作里面 它有一个瓶颈 就是会有一个盲点在 在当下可能觉得好了 但是其实不管是其他人看 或是给导演看 或是任何来看的时候 其实多半就会会得到一个更更真实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你这个还不够好 还离这个距离有点远 那你就会开始思考说 为什么自己觉得好 但是跟当然想象中的还有点远 那那个差距在哪里 那慢慢去把扑开看的时候 发现其实还有很多自己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而这些东西包含了不管是 从剧本啊 或是一些的表演啊 或是一些画面上的判断 这些东西有时候 就是你自己觉得自己判断对了 但是不见得是那么的精准 这个东西还是一直在学的东西 我觉得不管是那时候在身为一个创作者的时候 一开始做的时候会觉得有趣 但是一旦 如果你每天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 然后一直做的时候就会 像我在做模型 那时候在做模型的时候 或者在做 嗯 动作绑地 就是在做那块东西的时候 一直在连续三四个月 几乎没有休息 一直在做的时候 我会发现 会开始麻痹 会变成说没有那个 那个那个热情 在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有趣 但是久了之后会觉得说好像 一直一直重复性的在做同一件事情 所以 那是那时候创作者一个阶段 我相信应该可能多少 大部分都会有类似的状况 所以的话 呃 呃 这是我 比较常遇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好像 只要一直经历过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会产生麻痹的状态 然后 必须要转换一些其他的制作层面的东西 比如说 呃 可以跳到做其他的类型的影片 或其他类型的项目 然后 呃 去切换一下不同的角度 或是休息阶段 因为我觉得 呃 这个是 好像 就是只能转换一些跑的方向去做调试 这样子 这是在通过的部分 那如果是到动药总监的时候 呃 也会有 呃 可能负担更大 那个 那个状态可能压力更多 就是说 来自于说 因为 你所要控管的 比起以前来说 以前可能 只要单纯顾好自己的一项 作业 或是一个工作项目就好了 或比较单纯 但是一旦到了 呃 这个状态不太一致 那这样子的状态就是说 呃 如何去 让大家都是可以达到同一个 方向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 有点 呃 在过程中 会需要挑战 然后 每天都要去 呃 尝试说 用不同的方法来沟通 然后 呃 变成说 呃 不能再像之前一样说 诶 我觉得怎么样是好的 因为毕竟是比较主观的状态 那如果是跟动药总盒 或跟其他创造者沟通的话 就必须跳出来说 因为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所以 就要换个方式去沟通 要不然的话 很容易就会 一直会让自己觉得 呃 挫折 因为 因为你不可能 每个人都可以达到 呃 同一个方向 或同一个想法这件事情 但是换个角度沟通之后 才能够去 呃 呃 可能从不同动画式的角度去 达到他们可能想要做的方向 跟我 我们预期的方向 是不是能够 完美的结合这件事情 最常做的是 就是 呃 我一定会先选择几个 我 呃 最想要 最想要 我 可能我会有一些代办的 想要做的一些 玩的游戏 或是看的电影 然后那些东西有可能 很忙的时候 可能 一点时间都没办法去处理 然后 但那些地方就是 我做那些事情 就是 呃 完全就是 抛开所有东西 就是玩 就是只 只在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环境里面去做那些 就好像我可能很累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 玩一下电玩 我现在还是 还是会 有空的就去玩一下 疏解一下压力 或者是看一些 影片 那电影的话 可能是 算是我另外一个 呃 调解 心情的一个做法 这样子 因为 呃 我觉得看 电影 真正电影 或是动画电影里面 它会有带到很多很多 对于 呃 呃 不管是 呃 现实的一些的情况 或是那些角色经历的过程 因为毕竟 呃 有些东西 其实很多的故事 或是很多的人物 他们 他们的故事都 都来自于现实生活 所以有时候 在里面看到的一些角色的 一些的 情绪 或是一些的反应 或是他的故事结构 会让你觉得 诶 其实自己并没有这么的 这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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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枯燥或是这么烦闷 就工作上并不会这么烦闷 因为 毕竟还有可能 还有更多其他的 的有趣的东西 我还没有体验到 所以我 我一旦烦闷的时候 我就看一下这些 东西 然后转换一下心情 了解一下 其他的人物的 的思维角度 然后再转换回来 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 调试的方式 因为每一年都会有 很多很多不同的 动画 让我觉得很惊艳 所以 所以一旦 像《玩具总统典3》 也是后来 《玩具总统典3》 《玩具总统典3》 因为你麻痹之后 就是你需要找一些东西 来感动自己 因为做动画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然后中间很多很多 都是很繁琐 或是很重步性的东西 然后最后才能够完成 一个东西 所以在这当中的过程 你可能会不断的去 需要去找到一些 让自己可以 又重新感受一下 因为如果当你在做 我觉得当你在做动画 跟当你自己去看动画 是不同的状态 因为自己动画 你可能在这个里面 你感受到那些的故事情节 跟那些的东西 所以在这么长的时间 你可能有所会 一直被麻痹掉 但是如果跳出来的时候 去看了其他东西的时候 就可以让自己再往下秤下去 就是继续的找到自己 那个动力 我觉得台湾动画环境 当然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 因为毕竟相比其他国家的部分 如果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动画电影 他们的技术或规模 能够在电影院上面呈现的 其实都蛮有张力的 那台湾也有很多很厉害的创作者 但是如何要去整理 整合这些东西 我觉得在台湾 可能目前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就是说 很多个人都很厉害 但是要如何把这些很厉害的人 把它凝聚在一起 做出一个很厉害的片子 或是一个一部影集 或一部动画 它的挑战在台湾现在的状态 可能还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因为毕竟里面有很多的 环境因素或是工作流程的因素 或是各种不同的因素 都会有影响到这样子 我觉得因为现在台湾的确有面临到这种问题 因为毕竟日本那边的 他们的动画有很强烈的风格 然后美式的也有美式的漫画的风格 韩国那边也有 所以他们的定义都 他们的方向都很明确了 然后客群的目标也都很明确 那相对台湾来说 就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为要如何创造出所谓台湾这种风格 或是我们自己的风格 这本来就不是一件农业的事情 因为毕竟客群的部分 大家对于有很多的其他国家文化这件事情的接受度 可能会远比台湾本身的这种原创的接受度来得高吧 因为国外他们可能有更多更多的这种文化历史存在 所以台湾的话要如何去创造这些东西 我觉得在目前来说就是 是继续的去发展 然后去看能不能再扩大更多的可能性 或是去再量产更多的影片出来 这样才可以让台湾的动画可以有更多可以竞争 或更多人可以看到 因为以前可能比较多大部分都是好莱坞或是其他电影 大部分会比较想要看 然后国边现在也不管是技术或是题材 或是影片的风格 都慢慢的有更多不同的东西出现 所以相较这些东西 我觉得动画也是需要有更多量产出来之后 才可以慢慢的让台湾 可以越来越多的接受吧 我觉得做动画这一条路就 本来就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路 就放手下去做动画 因为我觉得更有意义的东西 会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才会碰到 就是去做才会知道 你才会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出现了 全中成就 你看看